議員法案 首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主席 主席 我確認2013年專業會計師修訂條例草案 以獲行政長官書面同意提交立法會 議員法案 二讀 梁繼昌議員 你現在可以動議二讀你提交的條例草案 主席 我動議二讀 2013年專業會計師修訂條例草案 以下簡稱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在2013年4月26日的政府憲報刊登 目的是修訂專業會計師條例 以及專業會計師附立若干條文 條例草案建議的修訂主要是關於兩方面 第一是關於容許執業會計師可以註冊成立僅有一名董事 及一名股東的公司 而且該公司可註冊為有資格進行審計的執業法團 根據專業會計師條例 會計師事務所可以註冊成為有限責任公司 並於香港會計師公會註冊成為執業法團 提供審計服務 執業法團的全部董事及股東需關為會計師 而其中必須是包括執業的會計師 在2003年前的公司條例規定 註冊成立有限公司 是須至少有兩名董事及兩名股東 而由於執業法團屬有限公司 故亦須符合該項規定 為了容許只有一名執業會計師的事務所註冊成為法團 而又同時符合2003年前的公司條例規定 專業會計師條例 容許公會、理事會批准非會計師或非執業會計師的人士 擔任該執業法團的董事或名義股東 由於公司條例於2003年已經獲修訂 容許僅有一名董事及股東的公司在香港註冊成立 因此專業會計師條例有關獨資執業法團 委任非會計師為董事或股東的規定 已經過時而且沒有必要 而第二項主要的建議 是關於禁止任何公司 將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的稱呼 或英文宿舍CPA大草或會計師的字樣 包括在其名稱內或與其名稱一起使用 當然這些禁止除了會計師公會註冊的執業法團 現時合資格進行審計工作的專業人士的專用稱呼 可以分為幾種 包括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括弧practicing Public Accountant 或者英文宿舍為CPA 括弧practicing PA 也可以用中文的執業會計師 有關於遷業會計師的討論 而根據現有的專業會計師條例 根據現有的專業會計師條例 實施的專業會計師 非執業法團的公司名稱 使用以上的字眼是軍屬刑事罪行 但是現有專業會計師條例內 並沒有禁止公司使用名稱 例如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或者就這麼英文大草的CPA 或者會計師的字項 法定人數不足 法定人數不足 法定人數不足